北京市丰台区新增两例新冠肺炎确诊病例,为同一单位员工,现将相关情况通报如下。 病例一,刘某某,男,北京人,25岁,中国肉类食品综合研究中心员工, 家住丰台区西洛园街道马加铺东路,于6月9日独自骑车到辖区医院发热门诊就诊, 患者曾出现咽痛、发热、咳嗽、流涕等症状,最高体温38度6, 患者自述近两周有出京时到青岛,出差5天,无境外人员湖北接触时, 就诊过程中全程佩戴口罩,6月12日患者样本核酸检测为阳性, 经专家会诊诊断为新冠肺炎确诊病例。 病例二,尹某某,男,北京人,37岁,中国肉类食品综合研究中心员工, 为病例医刘某某的同事,家住丰台区西洛园街道脚门北路, 于6月9日出现烟氧、有痰、轻微咳嗽、体温正常,胃、就诊和服药。 6月12日,经区域排查,将尹某某用120急救车转运到辖区定点医院隔离排查, 样本核酸检测为阳性,经专家诊断为新冠肺炎确诊病例, 患者自述近两周无出京时,无境外人员湖北接触时。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